救护团一共有13处的青年活动中心 景色优美 而且这住宿费啊 大概是一般饭店的半价 因此大受欢迎 不过现在教育部有个新规定 就是入住青年活动中心啊 限40岁以下 也就是说40岁以上的民众 除非你是具有学生身份 不然就得要参加团体举办的 研习活动才能入住 这样子的新规定一出 引发了不少讨论 救护团所属的青年活动中心 全台有13个 都坐落在景色优美的著名景点 像是吸头肯定 而且价格比一般饭店便宜一半 受到游客青睐 虽然救护团原定要45岁以下才能入住 但大多没有严格执行 现在教育部规定 下修年龄限制 改为40岁以下才能入住 像学校团体 或者公务行政机关 或者相关的非盈利组织 在这边办活动的 他的就不限40岁 不过一般民众认为 没有限制的必要 景气不好 这都很贵的 这边价钱 应该可以给你一半以上 青年优先 不然房间空着 其实也不太好 教育团原本规定 45岁以下是比照青创贷款的年龄限制 现在规定40岁 则是参考青商会 和十大杰出青年选拔的年龄限制 但是持有学生证 不管几岁都可以入住 同行者只要有人40岁以下 就可以带4名随行者 不限年龄 所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 带小孩也可以入住 随行的老师或亲属 都可以一起去 所以不至于妨碍到亲子教育的进行 湘区大学是政府办的 如果有证明 也可以从宽认定 而预估入住年龄 从45岁降为40岁 住房率会减少18% 记者彭书清李正田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